大家好,1月25号了,17点57分了啊 现在我们这天长了啊,这个快6点了,天还大亮着呢啊 前一段天短啊,最近天慢慢的长了 这个说侃爷啊,这儿就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哈 说侃爷你好,今天再给你报个料 我朋友住在北京丰台区,十六园 而彩虹城,他们小区许多人被拉走隔离了 丰台区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全区都是管控防范啊 他说这个十六园啊,属于大鸿门 十六园属于大鸿门街道办事处的啊 我们看看 大鸿门街道办事处,这一片我也非常的熟 大鸿门街道办事处 大鸿门街道办事处,他管辖范围就包括这个啊 其中这个包括有这个西螺园南里居委会 西螺园南里在哪啊?就是西螺园 这个西螺园就是丰台最北边 他再往北,就过去就属于崇文区 像这个沙子口,西哥新里,这就是崇文区 我原来就住在永定门外沙子口,崇文区最南边 1992年到1995年,住了大概三年左右啊 这个西螺园,然后有一个叫西螺园南里果园 社区居委会,这个果园啊,原来是个村,叫果园村,果园大队 哎,就这一片再往南,再往南那个叫马家铺 脚门,然后那有一个食品配送中心 北京市食品配送中心,它里边有大量的冷库 然后有很多做水产的,在那租库房 他是对外出租啊,然后那个我认识的河北白洋店 做水产的人,就在那租库房 还有,我最早提拔我那个美国人 那个北京伊利纳贝斯克饼干食品有限公司 那个Richard Arthur Lister,那个General Manager 后来他离开我们那之后,去了那个河路雪 河路雪还是雀巢,我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工厂在天津那个,不知道是河路雪还是雀巢 他在那当总经理,那个美国人 后来他们也在那租库房啊 92年,1992年,我们在那开了一个食品交易会 还认识了很多同行的朋友 那会好像还有什么西山农场 农场局,北京农场局,西山农场 有一个饮料厂啊,然后那会有一个业务科科长姓麻 脸上长麻子,那个麻 他姓麻,麻科长也是个年轻人 啊,还有什么江苏无锡的 有好多啊,又认识了一波朋友 好像还有那个 一个,一个加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 在搞了一个叫京日豆沙馅 京日在丰台 那个生产豆沙馅的 就是规划为日本人的台湾人搞的那企业 后来他把厂子搬到了顺义 牛兰山那附近 结果在去年还发生了一个爆炸 还炸死了一两个工人啊 这个,然后那边 那个那个马家铺脚门那边 还有北京市供电局的一个什么电缆管理处 啊,我的客户 还有那个 有一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可能是属于中国残联的 然后有什么博爱医院啊 这也都曾经买过东西 那边还有一个北京市市政市政是不是五处啊 北京市公路局五处的南四环是买我东西 还有一个市政挤出来的 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老头也照过买卖 也在脚门马家铺这一片啊 脚门马家铺那一片 还有一个国营的原来 国营的一个一个汽车制造厂 那厂子应该倒闭了不存在了 那边还有手钢 手钢代钢厂还是特钢厂啊 好像叫代钢厂也在那一片 现在早就变成商品房小区了啊 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农田 包括工厂 包括垃圾堆啊 这个甚至有高污染的一些地方 现在都变成居住小区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住的地方原来是装教地 原来是某一个工厂 或者原来就是清倒垃圾的地方 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还有华远社区西楼园南里啊 华远 华远 华远房地产吗 那不是任志强的吗 是吧 然后还有海护屯社区聚会海护屯原来这都是村这村就叫海护屯 为什么叫海护屯呢 在海子里边啊 是干点活也好 还是给人家看这海子的 这海子就指的就是南园 就是南苑啊 这一片这都是过去皇上来打猎的地儿 就包括这些地名大鸿门南大鸿门西鸿门小鸿门 新宫旧宫 这全是跟这个皇上打猎产生的这些地名啊 还有这个木须而南里啊 木须而吗 木须而环岛吗 南三环吗 他这个大鸿门街道办人处是从南二环外 然后一直往南南三环南三环外到南四环南四环外 这一大片都是大鸿门的啊 过去应该叫大鸿门乡啊 现在就叫街道办人处了 还有东罗园 你看有西罗园就有东罗园是吧 你看这地名啊 顺应有的村前礼物后礼物 南法信这个北法信是吧 东海红西海红 大胡银小胡银是吧 这个后鲨鱼前鲨鱼 这都是对应的 还有南鼎村啊 还有康泽园 康泽园这我不知道在哪了啊 康泽园有个叫康泽的 还被共产党俘虏了 这个内战期间好像在河南洛阳 还是湖北襄阳 好像湖北襄阳 他好像是这个 这个这个三清团系统的 还是情报系统的 康泽啊 还有叫石村 时间的石 哎对 我还认识姓石 时间的石 我还认识至少两个 两个姓这个石的石啊 时间的石 你看这有十六元北里 第一社区 第二 十六元东街 十六庄 十六元 十六庄 这都是村啊 叫十六庄 种十六吗 我们家院里也有十六吗 十六来自石国 石国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石干 塔石干的意思就是石头城堡 和新疆的塔石库尔干 塔吉克自制县的意思 一样 塔石库尔干和塔石干都是石头城堡啊 还有苗圃东里 原来过去的农村都有苗圃啊 还有西马场北里啊 西马小区 建新院啊 这地儿我都去过 在那接过人 就是那个南四环大鸿门往北 然后往西有一条路 往北 这个过了四环往北 然后第一个活动往西 然后再往北建新院 那那一片楼房也比较旧了啊 那附近那条街原来有一个木材厂 北京特别大的木材厂就在那边 然后他有什么彩虹城社区啊 他说的可能是这个 宜然家园 顶秀新园 远洋自然社区 光彩路啊 光彩路 那那有一个光彩体育馆 为什么叫光彩路光彩体育馆呀 因为他是这个用这个这个这个不是 那个民政部一个光彩基金给那个残疾人 不是说那个那个就你去赌钱 那叫什么方式 我不知道彩票 对吧 因为我基本没买过那东西 好像我长这么大就买过一次 是在西班牙 那个花了20欧元 后来我又中了20欧元 等于我唠一白玩 在中国我没粘过的东西 你看彩票我不粘 什么股票我不粘 什么基金 什么什么期货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一律不粘 我这人是很多东西我都不粘 我没把握的 我一般就不粘 我胆小啊 哎 那这个就用这笔钱 啊 这个搞了一个体育馆 好像是亚运会 还是奥运会 我就不记得了啊 我知道那个地儿啊 也从那走过 然后就是从南四环 往南的一条路 那就离那哪又近了 离那个浦黄渝 安乐林路又比较近了 哎 我听说浦黄渝那儿 好像也有疫情了 浦黄渝 也是丰台区的最北边 靠近南二环 方庄的西边 那儿有个总参的大院 浦黄渝总参大院啊 还有那边有那个安乐林路 什么的 有那个北京料气厂啊 还有那个什么 永定门外防观所 也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什么市华水岸 那一听这名就是商品房小区 还有彩虹城第二剧委会 建新院东区 金润家园 石榴庄东街 哎呦 他这个面积可很大很大的啊 好大一片哟 大鸿门那儿还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看守所 大鸿门那附近啊 你看这些名酒净庄 看见了吗 看得清吗 酒净庄 凡是上访的 都给抓到酒净庄啊 有一个安置中心 酒净庄在那个那个 大鸿门 丽交桥 南四环的南边 马路东啊 我到那提过货 酒净庄 就内蒙古 核桃雪花粉 是内蒙古 林河还是五元的 那产的 他们原来的库房在那 后来搬到了阀头 搬到阀头那边去了 往南就是河翼 啊 再往南就是南园东高地 河翼中学 河翼中学也买过东西 在那条大直马路 南北走向马路的七侧 这还有吴殿村 吴殿 这都是过去的皇上 在这休息的地儿 吴殿村 第三村 再往南就是大兴的旧宫了啊 光彩路啊 光彩路我说错了 光彩路是四环内 光彩路在这儿呢 石榴庄也是四环内 在这儿 往北一直就到三环了 到东铁匠营了 东铁匠营 东铁匠营 城寿寺 那都有我的客户 城寿寺 有一个北京市公安局 第八处 人口管理处 过去是两个处 一个叫户籍处 管这个北京户口的人 还有一个外来人口管理处 后来把这两个处合并 叫人口管理处 也叫市局八处 迁到了城寿寺 最早在北京西客栈啊 跟那个西客栈公安分局 是同一栋楼啊 一间一半啊 后来那段市局十二处 后来也在那附近 有一个队 市局十二处 就是公安局的那个 北京市局的那个巡警总队 有一段时间叫巡特警总队啊 这是光彩路 铁匠银 铁匠银有一个北京市汽车研究所啊 是我的客户 那有一个老干部 好像他们家跟陈希同还挺熟 他老丈人去世 江泽民还给写了一个晚联啊 好了朋友们